另外刑事局破获这起电信诈骗案 逮捕了嫌犯31人 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查契 把电信机房就设在南投埔里这处教堂 结果呢这个嫌犯假冒了公安 检察官打电话给大陆人民 声称涉及了毒品案要冻结名下的资产 还要求把户头的钱回到某一个账户 非常夸张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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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的干员 突击位在南投埔里的这间教堂 一冲进去 里面就是诈骗的电信机房 一大堆人正在打电话 看到刑事干员来不及反应 全都傻了 只好乖乖的趴在地上 教堂内的办公室 竟然就是诈骗集团的总部 电话 闸道器 数据机 电路器等先进设备应聚全 主持人担心手下走漏风声 采取制度化的管理 进到教堂内必须先交出手机保管 就能吃饭 洗澡 洗衣 也都像军队一样统一行动 集中管理的话是吃 住 睡 都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统一有一个人负责煮饭 然后就是等休假的时候 再集体外出 机房指出 先犯把教堂当机房 躲避茶器 假冒公安检察官 打电话向大陆人民 声称涉及了毒品案 要冻结名下财产 还要求把户头的钱 汇到某个账户 许多人吓到了 纷纷汇钱 由车所在高雄提领账款之后 坐高铁北上到台中地区 或是蓝头地区 交付账款的 警方在办公室内 搜出了十万四千元的账款 不过经过追查 诈骗集团从民国一百零三年开始 做案到现在 罚所得已经有一千多万 先犯以教堂做掩护 改成办公中心诈骗 让警方也不得不感叹 恐怕只有诈骗分子才想得出来 记者梁嘉文 高雄报导